来 月儿 月儿 你醒了 你头还疼不疼 我让福仪过来给你看看 来 那些海盗呢 都抓起来了 昨日我昏迷的时候 有一道灵光乍险 也许是上天显灵保佑了我们 你 你的伤怎么样 我没事 月儿 以后有任何危险的时候 你不许挡在我前面 听到了吗 我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但是我当时 真的是身体不由自主的 就冲出去了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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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 只知道你钟情于我 没想到 你对我用情之深 竟然舍命相救 你放心 月儿 只要我花一南在世一日 定不负你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少爷 多inking 留戴湖 你 nope 你 够 esto 你 你要不留 Crown 你牛 你先走 你先走 那你怎么办啊 我会想办法走的 你现在还不走 月儿 月儿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吧 我来救你了 月儿 先救苏唐 小姐 您这到底是要去看过陆姑娘呢 还是不去啊 怎么 怎么是你啊 你昨日把我脖子打伤 我疼了一夜还没缓过来呢 喂 我是救你啊 你不敢恩戴德就算了 还到达一耙 谁让你救我了 我 行 真是狗咬吕洞斌 我就能倒霉被狗咬了 你说谁是狗呢 你个流氓无赖 我懒得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 你 那小姐 我们还去吗 不去了 不去了 杜若 我过来尝尝这花间阁的点心 做得真的挺好吃的 花一楠呢 他现在去跟我爹送药去了 之前啊 我还真是误会他了 你说 他独闯贼窝把我救出来 说明还是有一颗狭义心肠的 这个花一楠 做戏做圈套 哎呀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学会我在这儿吃点心 我好不容易从阎王爷那儿捡回一条命 还不得吃点好吃的 好好倾核一下 是 月儿 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你都给我听清楚了 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啊 月儿 你被花一楠骗了 伯父 这个 是下一阶段的药和处方 少头猪有心来 谢谢你自己就小女一命 还要我这个老命 伯父不必客气 我今日过来 是想 请您成全这门婚事 陆月儿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是吧 因为你在谋杀他的阿爹 杜若 月儿 正如我所料 还是有那极药益 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进来吧 刘大夫 对不住 陆老爷 刘大夫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陆老爷突然病重 其实是因为 少刀主 让我在你的药里 加了蜈蚣啊 花艺呢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新竹 去府上 把府衣给我请过来 是 这个处方单是我开的 蜈蚣的药益也是我提议加入的 少刀主对陆姑娘和陆老爷的病情 十分上心 我曾在古法医术中 见过一剂处方 可治此病障 那便是将蜈蚣作为药益 蜈蚣虽具有毒性 但拥兑路子便具有熟通经络 工毒散结的奇效 少刀主怕陆姑娘知道后 引起不必要的担心 便把药方给陆姑娘 常抓药的刘大夫 可是姑父会病发 是 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蜈蚣已毒攻毒 在早期就会有这种 发病恶化的情况 这只是体内在清除淤血罢了 按我新开的处方 再服用一阵 保管陆老爷要到病处 月儿 月儿 你 你的脸还疼吗 不疼了 对不起 你为了救我 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你对我和阿爹的这份恩情 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我 既然少刀主想娶我 那我 好 少刀主 我决定不走了 为什么 不行 你要是不去京城的话 你的病怎么办 你给我乖乖去京城看病 少刀主你不用劝我了 我心已决 我心已决 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不去京城了 我们不是要成婚吗 还是说 少刀主改变新意 不想娶我了 月儿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嫁给我 你真的要嫁给我 好 我心已决定 你不必要用 那你不要 最再生意 殿下 我们终于回来了 上来 儿臣拜见圣后 快起来 谢圣后 让本宫好好看看 这么多年没见 越来越有你父亲 年轻时候的样子了 儿臣哪级父母 青瑶郡主请见 快传 花儿拜见姑姑 见过郡主 燕哥哥 我说姑姑今日为何宣武进宫 原来是燕哥哥回来了 满话 见过燕哥哥 来 我们岸上坐 花儿 你燕哥哥没回来时 你天天念叨 怎么今儿见了 一句话也不说 反倒生分了 姑姑 燕儿 这些年 你在蛮荒之地受了不少委屈吧 儿臣也算是为父皇解忧 不委屈 当年你母妃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 本宫有负所托 让你当了质子 这些年 这些年 一直心怀愧疚啊 其实儿臣也明白 当年这事 也不是身后能够左右的 若母妃泉下有知 她也会谅解你们 燕哥哥 这个是花尖岛新成贡的 琉璃海棠酥 你尝尝 好 多谢郡主 外酥内甜 松软滋润 实为佳品 嗯 这些年 我也听说过 花尖岛胜出美食 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去好好见识一下 那好说呀 过些日子 花尖岛岛主继位 燕哥哥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一起去看看 胡说 花尖岛附近那么多的海盗 你燕哥哥要是出了事 那还了得 我没想那么多 郡主的意思我明白 其实我原本也打算 趁今日是少 去花尖岛掌掌见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